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21章的25节到28节 题目是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路加福音21章25节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照 地上的邦国也有痛苦 因海中泼浪的声响就慌慌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 人讲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也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俗的日子尽了 末日的来临会不会很可怕 应该会 就有如当日在耶路撒冷 在祖后70年的时候被兵所围困 也是末日的预言那样 在23节处说 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到这地方 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那是何等的可怕 后面说什么呢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可见那将要来的事是非常可怕的 而对于这些祖是怎么说呢 他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俗的日子尽了 是的 主说我们应该要挺身昂首 面对那些将要来的危难 基督徒要挺身昂首 不是说要赶快找掩蔽 不是说要摇尾起连 而是要我们挺身昂首 什么是挺身昂首呢 是表示期待盼望的意思 不是说前面的危难有困难 或者说有人恨恶我们 我们就近身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这样 到了末日世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又都因为将要发生的事 而下得魂不附体 或者有许多的人命损伤 我们还敢说那就是主要再来的前兆吗 此外像在2020年的时候 在一段的时间里 大家都在寻找口罩和医药 还有人记得我们身为基督徒 不管在何时 都是应该要先寻求主面吗 那么到了末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寻找存粮 或是找个地堡去躲在里面 还是应该要更加盼望我们的主 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吗 我们常常在讲说 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或者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括号世界 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 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他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也不待见我们 因此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迟早要断开的 是的 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是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 神并没有就把我们提了出去 但是到了主要再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也就到了头了 若是我们只想要保持 旧有的生活方式 那也是不可能 或者是看到这个世界要被毁灭 就感到灰心丧志 与哀伤也是无济于事的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能再想着 我们已经或者是将要失去了什么 如果我们那样想 我们也只是被吓得魂附体而已 就和世人一样 主在这里的启示 就是要预备我们 要将自己的盼望 放在天上 而不是在地上 如果还盼望放在世上 那就只能是失望而已 反之 若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 那么当末日来到 人们下的魂不附体时 我们就反而 应该要挺身昂首 因为这就是我们 长久所等待 主要来的前兆了 我们本是住在一个 扶在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 如今我们就快要得赎了 我们的主就要来救赎我们了 但是会不会还是会有痛苦 恐怕痛苦是会有的 恐怕也会有死亡 因为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好像妇女怀孕 待产 能不能说因为怕痛 就不想要生产呢 不能的 就算是这样怕的 还是不能免掉那痛苦 那还不如就这样子 挺身昂首 有如我们主所吩咐的 高兴地迎接我们的主的到来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